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Hera對上MBL的推訣 MBL這邊選擇的是西班牙 達羅皮圖則是Hera Hera這邊選到了達羅皮圖 剛好這張圖是有海的 這邊海的話 魚的話 數量也是蠻多的 達羅皮圖對於海圖來說比較好一點 因為達羅皮圖吃海是有加成的 漁夫跟漁船的攜帶量加15 就代表說他可以裝載量更多 再來回港一次 肉量可以過得更多更好 再來就是他的毛兵跟他的象弓 有了數他的弓速加成 所以這張地圖來說也不會說非常非常弱 再來就是他的無織鋼 步兵跟騎兵 可以無視裝甲進行傷害 每一刀都是真實傷害 刀刀入骨 非常猛 他的能力大概是這樣子 其他比較細微的能力我們就不講 那我們就來講西班牙 西班牙的話是科技兵工廠免黃金 所以他的兵工廠科技只要肉就夠了 而且他的建築功 建築效率是比較猛的 可以好像可以提升30% 蓋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要在敵人家蓋個大墾堡來說是非常容易的 那西班牙的話 而且他的馬上火槍也很強 西班牙征服者 OK那看一下這邊 跟帝國戰爭的關係 所以NBA龍已經造出兩隻肉馬 開始燒了 這個速度非常非常快 達魯P圖 這邊就選了小風開局 這邊應該是要死一村 應該倒地 喔對 倒了一村 但是自己的肉馬也省失掉了 好那我們再來繼續講這個西班牙的能力 西班牙的能力就是我們講的那個西班牙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是火槍單位 那他這個火槍單位在這個西班牙裡面只有18%的攻速加成的 所以他也算是火槍裡面射速最快的一個文明 算是蠻有特色的 好那再講他的金冠 霸權 讓村民有戰鬥能力 血量我記得可以撈到65D還70D的樣子 還算是蠻強的 而且攻擊力也大幅上升 那跟那個國公帝的起義來說不太一樣 就是直接讓他變成民兵 那個效果是不一樣 讓他變成民兵之後就沒辦法蓋建築物 但是西班牙這個霸權是村民直接提升能力 而不是轉換單位 所以他除了提升血量跟攻擊防禦之外 那直接戰鬥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好 那也還是可以蓋建築物 算是比較全能力的一個村民的一個效果 跟那個硬家城堡加工兵工廠的能力來說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西班牙霸權 如果你真的要用村民去打架的話 西班牙霸權我覺得還是首選 那起義來說的話效果是不一樣 那就另當別論 好 再來看一下黑了 這邊要怎麼防守 這邊已經蓋了木槍 直接把家裡直接圍死了 哇 那這邊好似 這麼多露可以吃喔 總共有 四隻鹿 那這邊漁船的部分看起來是 一開始有輸的狀況喔 右邊這邊 蓋港口也被手抓包 然後這邊工兵再過來 哇 這邊黑了多線處理 那這邊有個trouble 這邊怎麼有洞啊 怎麼進去的 欸 那他是從其他地方繞進去的嗎 好 這邊小弓過來 應該是來不及為死 應該要十一村 十一村 然後還要被打動這個洞 好 但是有四隻肉麻過來 一劫五 六隻小弓 應該是沒問題 哇 這邊更多肉麻過來 五隻 但是這邊海戰還沒有打贏喔 好 那這邊長巷過來 直接戳死了一隻肉麻 看一下兩邊村民處目前死傷多少 黑拉只殺到了一村 當然是MBL已經拿到了三村的領先 欸 這邊直接來插箭塔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西班牙這邊蓋箭塔速度非常快喔 電阻弓效率提升30% 哇 跳超快 25% 30% 35% 直接50%了 來看他對面蓋的速度 欸 也已經50%了 因為這邊蓋的人比較多喔 六村 他這邊五村 但效率跟這個六村效果差不多的 好 直接蓋好之後要不要進箭塔呢 還是不進 直接再蓋下一個 直接蓋下一個 但在以前HD版本的時候 比較蠻喜歡連環塔的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到了第一時代之後 連環塔好像就沒有這麼主流的感覺 那稍微講一下什麼是連環塔 連環塔就是指的意思說 這個塔的射團範圍內 再建個塔 那如果這個塔被進戰 村民直接來硬拆的時候 就可以進這個箭塔 然後去射前方拆建塔的村民 但是為什麼不知道 這個可能是META變遷了還是怎樣 不太清楚 現在的這個連環塔 都不太會這樣子直接操作 而是直接在這個塔的範圍內 再蓋一個建塔 可能是想要打得更威懾力喔 有可能 欸 這邊過來了 要不要趕快進 趕快進建塔裡面 射一下這個村民 唉唷 得射 但是這邊射到一個在跑的 好 直接城門 要被拆爆了吧 好 射死一隻小弓 西班牙的小弓還是蠻猛的 好 那這邊 右邊的海 好像要被MBL拿下來囉 這個蓋港塊被抓爆 但這邊還是要在做這個火蒙筒 火蒙筒這邊造出來的話 還是可以盤子一下喔 煎燒這個魚盤 好 那個肉馬非常量非常多喔 直接把這個城門射爆了 那這邊 黑拉已經順利的上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再為死一城 來得及那很極限 那的四村來蓋 哇 極限 但是左邊左邊 左邊這個洞 唉唷 馬上狂敲 狂敲這個地基 OK 但小弓是讓牌子多人起來 在做打肉馬的速度還算不錯 但是第二根箭塔又起來了 哇 壓力給的很大 這一波攻防戰打得很驚險 但是BK已經蓋好了 這邊又順利擊殺了一隻村民 目前一筆樓 擊殺順利速度是為期 右邊再來一個進攻 右邊這邊也蓋了一座箭塔 肉馬也過來跟上了 但是村民直接一個無情開敲 但是這裡有大量肉馬直接在打 這裡有強弩了 強弩的話 射這個肉馬效果會很好 看要不要趕快射14些肉馬 他可以阻止村民被殺光的窘境 但是村民速度的損失 已經超過了14... 已經到了14吋了 哇 左邊還被打了進來 損失15吋 然後還被強制挖金到這個地方 涼了 那這邊MBL大量的肉馬過來 直接敲村民跟奴兵 但效果沒那麼好 因為還沒有到城堡時代 還在封建時代啊 肉馬出這麼多的代價就是要打到東西 那確實這波肉馬也做到了很多事情 整體來說我覺得是大鑽 大鑽 18吋欸 18吋欸 你們要想18吋 然後還空到兩塊金礦 一塊還是主金 然後還這邊慢慢插進來 雖然這邊工程器製造所也要蓋好了 好 打兩肉馬還在找個機會 哇 這裡還有十字還在出啊 好 但是 並沒有停下來 這邊工兵出來 可能會被抓包 好 右邊這邊拿下之後 還也慢慢打了回去 MBL火龍頭一直到 好 把這邊漁船跟火戰船全部收工 那海又突然順便順利的搶了 對啦 那右邊這裡就比較危險 好 這邊兩台火龍頭直接出來 直接硬燒一台屌燒一波 好 這邊的漁船就有危險 看要不要再蓋 好 自爆法也蓋出來了 應該可以順利的炸掉一條 另外一台血是滿了 比較困難一點 好 大家看一下這一波出來 能不能蓋到東西 但是這邊大量洛馬過來 唉唷 這邊趕快堵一個口 但是大量洛馬直接把長冰跟一隻村 直接再度毀滅 很慘 MBL這邊打得非常非常兇 大洛馬時代很猛 OK 自爆法已經炸掉一塔 那還有一台殘血 那這邊還要再繼續造嗎 要把這個還打回來嗎 這邊就是MBL的一個選擇了 好 那看到這邊 我們打了皮圖黑拉洛馬 一直提農田 提農田 我覺得他點的時機還不錯 因為第二輪還沒開始耕種 在耕種之前 先點一下這個 獸根技術 再去補這個田 肉量就會提升起來 到250肉 非常非常多 好 看一下右邊這邊 奴兵已經被抓掉了 大部分情況都是用洛馬解決掉 但是打了16分鐘 還在封建時代 這16分鐘看起來沒有很晚 但這個是帝國戰爭 帝國戰爭 上城堡時間通常不用10分鐘 那到16分鐘了 還在帝王時代 還在封建時代 這個有點晚 好 沒關係 那這邊再下一個塔 大量的奴兵過來 才能看到肉馬在這邊 也不敢輕舉妄動 好 那這邊如果又在被射的話 這邊把牧區的人又要再移動了 那這邊 MBL插一個塔在這邊 牧區又要被鎖到後面去了 一直在大遷徙 好 這邊直接出一個戰象 裝甲戰下 直接硬頂 這邊的劍塔 開始收復一下師徒了 好 那這邊 HELLA 疊下了重裝長長兵的升級 還是要出點長長兵 來反擊一下這個肉馬 不然這個肉馬量實在太大了 18隻的肉馬 真的很猛 18隻肉馬 一攻一防都有點 而且也有品種 什麼都有 西班牙的話 也是有遊俠的 而且他的 遊俠也不爛 基本上是完全體的 有跑術 有血量 有攻防 三級攻三級防都有 而且還有這個西班牙中武者 火箱也很猛 所以西班牙來說 算是強攻型的文明 因為他基本上沒有什麼 太大的經濟甲蠢 基本上來說 他是零經濟甲蠢的文明 但是他的科技線 可以讓他省下大量的資源 算是一個補陣 建築庫的話也可以省下 種農田的時間 跟蓋房子的時間 然後藉此提升這個經濟效益 算是西班牙的唯一的經濟甲蠢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要打得好的話 確實就要像MBL這樣子 一直強攻給對手壓力 算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好那這邊直接硬戳 那這邊損失了幾隻弓兵 也要把這座塔拿下 有點太硬要了 好這邊像直接 唉唷差一點就進去了 那要來解決這個戰項嗎 還是要直接拆這個城門 這個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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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繞進去了嗎 哇這個戰項 還可以頂掉幾隻弱馬 唉唷差一點進去了 好弱馬繼續 持續給壓力 但是黑仔也沒有閒著 你給我壓力 我也給你壓Z OK 兩邊都給壓Z 好上面劍塔 果然起了兩顆 直接在你家原地 挖起石頭來 但是家裡 哎呀BBQ啊 這一波怎麼解 長槍兵加弩兵 家裡沒什麼 肉馬了 而且這邊直接強攻 給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村民瞬間 倒地了山村 有一村還是在外面徘徊 怎麼辦呢 那這邊又再起了個箭塔 繼續嚕嚕小小 好直接進來了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這個箭塔在射 好家裡這一坨魔兵 繼續往前探圖 看能不能再打到更多的東西呢 好過來 這裡 有在鬧雪嗎 有有有有嗎 你要不要射一下 堵一下洞 堵一下洞 然後再射掉 就一拖時間 哇這一波拖的時間 拖得不錯 當這個箭矢成功輸出到非常大量的傷害 這邊很多兵都殘血了 好那這邊家裡該寫TC 想要來防守一下資源點 那這邊起了一排房子 讓這個洛瑪沒辦法進攻 洛瑪回到了中線 再找一個機會 再繼續進攻 那這邊漁船的部分 目前是MBL的獲勝 右邊的話已經把這個漁港給拆了 那HERA這邊稍微把這個優勢慢慢拿回來 看這個漁船 哇應該可以採這麼多 30啊 一般來說都是15 看這邊1314 15 欸15就回港了 這個達魯皮圖 有海圖的地方 就是強在這個地方 直接省兩倍的回家時間 好證明這個洛瑪直接被戳爛 而且還沒有圍起來 家裡這邊蓋下了TC 那目前看起來 MBL的目標是要趕快蓋起城堡 欸剛剛講完就蓋起城堡 好蓋中間喔 我以為是他會蓋在家裡 好那蓋起城堡之後 這個西班的征服者 就可以開始出輸出 然後再用這個頭側 或奴炮去解奴 去解這個奴兵 會比較好一點 那西班的征服者就是到處騷擾 做一個強行進攻的一個打法 好那這邊肉馬直接過來硬拆 要直接把這個漁港給拆掉嗎 哇拆速度非常非常快 因為這個數量非常非常多 就有隻喔 好那這邊直接收撐 到這個箭塔裡面 躲避一下刀鋒 唉唷直接倒一隻 居然還射到了 好那這邊進攻有騷擾到一下 還不錯 目前村民術慢慢拉近 現在是71村打60村 MBL村民術有點落後 即使 MBL西班牙這邊殺了22村的村民術 但是沒有拉近非常多 還是HERA的一個小小優勢 好那這邊西班牙的異己農品也點下了 終於不下了 到城堡至少要點個一級 填會比較好 好 這邊直接開始射 上來射 直接剩攻兵就對了 這個攻兵很香 好相突 這個大象直接頂光 就沒問題了 但是這邊肉馬 沒辦法做到任何的志祺 很多長項兵走得出來 哇這邊直接起了一個BK啊 哇那個攻城技製造手 直接在你家後面開了起來 那這個招出什麼呢 我覺得他這樣投資太多之巨人在這些地方了 但這邊一定要打到東西才可以 那就要看一下這邊 攻城技製造手要打到什麼東西比較好 好這個魚船直接燒這個魚 這個 直接燒魚船 我在講什麼 這個火蒙桶直接燒魚船 比較正確 但是這裡還有兩台 那就有個問題 要不然用這個火槍來射一下 彈一下 不用OK 直接燒掉一台 第二台 喔血量掉很快 好解決掉兩台之後 這裡就可以無雙了 但是這邊 可以啦 直接果斷把魚船給滴掉了 不給你燒啊 要滴滴 好那這邊 工程技製造手蓋下之後 頭車按到一半取消了 看到像這個工程戰三過來 還是果斷取消掉了 那這個投資兩百木就有點 投資了有點太浪費了 但沒有關係喔 高手的思維我們是不能理解的 也有可能是我們上第四角 所以覺得他這樣蓋不太好 好那這邊 西方的征服著 對像奴兵來說是比較痛苦的 因為奴兵射速快 雖然可以用甩槍方式去收掉 但同時有可能被這個彈道血 直接射歪也有可能 所以這邊造個頭車或弩炮 來反制一下這個奴兵跟長槍兵士比較好 好正面看起來 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很強勢喔 喔喔喔喔喔喔 唉唷 唉唷這個踢地板 踢得還不錯 但是還好 沒有損失非常大量 好這邊1360滴 這一坨的單位 顯然是這麼多 那這邊的話 有點被塗在家裡的黑拉 黑拉這邊左邊 斜了一個寶 這個寶的斜價值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守住兩塊大金 而且農田也可以守到少部分 而且這個墓區也守住 這個寶齊的位置相當不錯 所以這邊MBL 往右邊攻擊 我覺得相當可憐 城堡在左邊 我們就打右邊 慢慢拆慢慢拆 不急不急 好那這邊MBL 村民處目前 都還是落後10村左右的一個資源 但是沒有關係 他已經拿下了海域 海域這邊給的經濟來說 所以就可以稍微補正這個村民落後的一個食物量 所以整體來說 MBL 經濟上沒有損失太多 反而是 黑拉這邊損失的兩邊魚 對達魯P2來說是非常非常傷的 因為畢竟他的魚是有加成的 那這邊 直接如果被弄到的話 就會很慘 好 這戰槍應該要被解掉了 後馬過來直接硬敲 直接硬震 到底 好 看一下右邊 右邊直接用場面出來開敲 拆掉幾台奴炮 還有幾隻西班牙征服者 那大量的頭車往左邊走 往左邊走是要來拆這個TC嗎 那看起來是 這邊這個城堡是守不到這個TC的 這個TC只能自立自強啊 好 大量奴兵過來解一下這邊 但是這邊有箭塔 所以也不能太張望 但是這個箭塔給壓力是很煩 因為這邊的木群已經快到達射程範圍了 再挖幾顆木頭 村民就有危險了 對經濟上來說會有影響 就來看一下右邊 這邊要怎麼處理 現在目前MBL左右開工 正面有點擺爛 正面就靠這個城堡 在手而已 然後這邊再偷偷搬移機 唉唷 搬到五顆移機了 我的天 五個聖物 一直發大財 一直走 哇 這個錢跳得很快啊 好 那這邊大量買進 這個食物 跟木頭 然後這邊是奈木頭 換黃金 然後點地盟自帶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好 那承認中心 就這樣直接被敲掉了 五台頭車 給的效果太快了 全速回家 那這邊出戰毛我覺得不錯 因為戰毛有這個攻速加成 戰毛跟相夫 相公喔 打這個 西班牙征服者 效果還不錯 攻速快 打個皮圖 攻速快 用在這裡我覺得非常好 但是正面要怎麼打呢 兩邊都還沒有大決戰 但很明顯喔 黑拉這邊經濟有點受創 雖然時代升的比較快 但是經濟上來說被拆了一個DC 然後村民這樣一直移動來移動去 然後這個劍塔 也讓他 有點反 花了蠻多監獄去解這些東西的 好正面看一下 砸 欸能砸到嗎 砸到一發 來台頭車被翻掉 再來一發 唉唷中了 喔 這個血虧 再來一發 往前走 沒有踢地板 要踢一下嗎 不踢 直接B字形 B字走開 直接收掉 火箱過來 發現情況不對 還是要跑 哇 不然這邊可能會送光喔 你看這邊 黑拉 真的是膽子很大 如果是我的話 我完全不敢用這個戰毛 跟奴兵喔 去開這個巨頭石車 風險實在太高了 這確實黑拉也是吃到幾發頭車喔 但是還是蠻順利的解掉對方的一個進攻 有點像是相當賭命喔 這個 這個打法有點感戰驚心啦 好 那這邊西班牙 MBL已經點下了二級射 帝王史萊也升好了 輪手技術研發 化學也點下了 目前看起來 這個城堡還可以再狗一陣子 因為好像兩隻一頭而已 但是沒有村民在射 欸好像有可能會掉喔 好這邊研發中型頭石車化學也點下 這邊BK的數量很多 有三個BK 都在產這個頭石車 頭石車直接硬砸的話 真是鬼天滅地喔 會很難搞喔 好直接頭一半 嗚又中了 本來18隻單位 剩下9隻 直接少一半 好痛 這個就是 比較像我平常在打的畫面 頭車 要用這個工兵 跟帳王去點頭車的話 下場的空間就是這樣子 頭銅槽直接串燒 要串燃一下 直接爆開 三毛應該是要掉了喔 三巨頭 好這邊 又來一台四巨頭 百分之百救不回來 好 欸欸欸 這有面子啊 可能你倒了 剩一滴被拉起來 好還是倒了 好 這邊倒地之後 這 這些兵就可以往前推了 這就是為什麼村民要去修城堡的原因 因為你不修的話 時間拖的不夠多 自己的兵就很難完成 唉唷 大量的 頭車直接硬砸嗎 啊沒關係 直接拉回去 火箱直接往前頂 停 把這個頭車給壓力很大喔 來這邊看要怎麼打 直接先踢地板 把這個頭車給踢掉 而且這邊 頭車是高地喔 高地打滴滴有加成喔 這個傷會很猛喔 唉唷 唉唷 我的天 好大量火箱直接上去開停 但是這裡有戰毛跟奴兵直接開射 火箱血量掉得非常快 但是這個頭車砸的傷害更多 唉唷 黑啦這邊直接自低單位 遊戲突然結束 這是心態炸裂的意思喔 海上全輸 正面高地也被戰 潮石車很難解 然後達羅皮圖 又沒有火炮 所以打這個鐘頭 也不知道怎麼打 心態炸裂 很有可能 因為這個達羅皮圖火炮 在下個版本 才會新增在這個溫泉裡面喔 所以他對這個鐘頭來說 是相當無解的 你剛剛用這個馬去解喔 但這個馬 成本又太高 火箱在這裡 成本都在這裡 通常馬依賴也 爭霸的差不多了 那這邊可能 黑拉覺得這邊 要轉出大量落馬 可能經濟上 功態上 直接打出了GG 然後自低單位 我還以為他要全部砸光耶 結果沒有啊 有點可惜喔 但我覺得這場打得也算蠻精彩 這個塔弓看得也蠻舒服的 而且這個肉馬 出的超級多 好 那我覺得經濟來說 應該是不會相差差距太大 來看看經濟吧 好 看一下經濟 哇 經濟還黑拉這邊 有點優勢在了 哇 贏這麼多木頭 快要6000木 那其他經濟來說 其實差不多 對啊 經濟來說 食物其實差不多 就真的差不多了 當然 遺跡這邊是五遺跡 哇 產了1000多房金 真的是蠻香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